親切用中文打招呼 抄為執行長蘇茲峰 身穿桃紅色外套 才剛結束Computex主題演講 首度接受三例獨家專訪 蘇茲峰大談AI應用 表示AMD能成為產業龍頭 全靠產品細節化 不論是CPU還是GPU 都有佈局 讓AMD在AI領域難以取代 更重要的是與臺灣供應鏈的合作 尤其跟護國神山 台積電的關係 超微負責設計 運用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 2024Computex大咖齊聚 蘇茲峰接受專訪 從產品到合作 一一解析 另類的讓世界看見臺灣 專訪人蔡孟廷 方玉祥 綜合報導